在上级课中 我们讲解了描述产品价格 以及产品需求量之间的负向关系的需求曲线 以及该曲线的数学表述方式 即需求函数 需求曲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人们所处的环境 接受的信息 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 市场中价格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 也会发生变化 在本节课中 我们将给大家讲解 有哪些环境变量或者因素 会引起需求曲线的变化 首先我们考虑收入水平增加时 对消费者的需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 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是根据消费者的意愿支付 由高到低进行排列所得到的曲线 当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时 消费者对于很多种产品 如住房 私家车等商品的意愿支付 会得到提升 根据意愿支付所生成的需求曲线 就会产生如图所示的向上 或者向右的移动 此时在每一种价格水平上 消费者的需求都缴之前 有系统形成了上升 这种曲线的移动称为需求增加 相应的 如果需求曲线出现向下 或者向左的移动 使得在每一种价格水平上 消费者的需求量都缴之前有所下降 这种曲线的移动称之为需求减少 这里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曲线移动的方向 向上或者向右的移动 叫做需求增加 向下或者向左的移动 叫做需求减少 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下 收入增加是否会导致所有消费品的需求增加 如果不是的话 哪些消费品的需求会增加 哪些会减少 我们可能都听说过消费升级这样一个概念 是指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发生的消费结构的变化 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 首先为满足某些特定消费目的的支出 会出现整体性的提高 比如说教育或者健康相关的消费 与此同时 即便是为了达到同一个消费目的 人们的消费结构也会朝着舒适化 高等化的方向发展 比如说在收入水平提高的时候 同样是满足出行的需要 人们会倾向于更多的使用私家车 而减少公共交通的使用 经济学中按照收入变化时 对于产品需求量的影响的不同 将产品分为两大类 第一种叫做正产品 是指随着收入增加 消费者对该产品的需求增加的商品 第二种叫做劣等品 指的是随着收入的增加 对该产品需求减少的商品 在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 劣等品不等于劣质品 在收入增高的时候 消费者减少劣等品的消费 并不是因为劣等品本身质量不好 而是由于消费结构进行高档化 高端化调整的需要 与上述公交车的例子来说 公交系统有可能是非常有效的 服务质量也是很好的 但也无法避免在消费者收入增高时 采用私家车的出行方式 对其进行替代 又如事变上的方便面 都是通过了国家质量检验 满足行业质量标准后才上市的 但是消费者收入水平提高的时候 还是会减少对方便面的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讲 方便面是一种劣等品 但不一定是劣质品 最后在本集中 一个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要点是 我们要特别区分 与需求相关的两种变化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 收入变化会对需求产生的影响 这是在任何价格水平下 消费量发生的系统性变化 体现的是需求曲线的整体移动 而在上一讲中 我们了解到 在产品自身价格提高或降低时 消费者的需求量会相应的减少或增加 在图像上 这体现为沿着需求曲线的向上 或者向下的移动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 是因为在需求函数中 产品自身价格是自变量 而需求量是因变量 自变量变化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化 在图像上就体现为沿曲线的移动 而消费者收入属于环境变量 不是需求函数之中的自变量 用我们上一讲中提到的 线性需求函数举例 收入影响的是需求曲线中 拮据与斜率这些参数的大小 因此在消费者收入变化时 参数变化会导致需求曲线的位置 发生改变 这体现为需求曲线的整体移动 在经济学概念上 我们将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 称之为需求量的变化 而将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 称之为需求变化 前者是由于产品自身价格的变化 而导致的 后者是由于除自身价格以外的环境变量变化导致的 一字之差千里之别 这里总结了本杰克的知识要点 我们首先讲解了消费者收入对于需求的重要影响 并且根据影响的方向将商品分为正常品与劣等品 本节课我们也讨讨论了区分两种移动 一种是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 这是由商品自身价格变化所引起的需求量的变化 另一种是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 这是由除了商品自价格以外的所有环境变量变化产生导致的需求的变化 在下一节课中我们会继续给大家讲解 还有哪些其他环境变量会引起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 好我们下一讲再见